王瞳在这边先恭祝各位亲朋好友还有粉丝们 中秋佳节愉快 合家团圆健康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解盘 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星期五 大家又被这个盘看不懂了 我现在直接先讲答案给你听好了 这个尾盘是因为有负实指数调整权重 所以说才杀了所有的全职股 我打给你看2330 你看看尾盘杀了2万多张 2317 你看一下尾盘杀了19600多张 再看1301 好你看看尾盘也杀出来 1303 尾盘也是一样杀出来 1326 尾盘也杀 6505台数化 尾盘也杀出来 2002 看一看中刚尾盘也杀出来 所以今天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你会讲 为什么他要这样杀 人家调整权重嘛 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 那你说这个盘有没有问题 我先告诉你 你看看今天收完盘以后 大盘杀了100多点下来 期货是在往上涨 就这么简单给你看 你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不要再听外面道听途说 胡说八道了 那么今天呢 我必须先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就是王瞳在昨天已经录制的中秋特别节目 这次中秋特别节目啊 我把市场上很多一些谬论 胡说八道的讲法 而且也把什么叫金主 什么丙种 还有如何交割 如何交易的方式 我都讲给你们听 环境不同了 到底跟过去什么地方不同 在这次特别节目里面都有讲到 那今天的广播节目里面呢 我还稍微把昨天特别节目里面 讲的不足的地方 帮各位做一个补充 稍微再帮各位加强一下 所以你如果要先收看收听 我先讲啊 特别节目就有收听 没有影像 就是都是声音档 你想先收听王瞳讲的事情 那就麻烦你今天可以先拨个电话 跟我们预约账号密码 所以你看啊 中秋节特别节目 联络专线02-6630-321 你一样可以索取账号密码 你先收听 而且你这时候索取账号密码以后呢 你再随随随地都可以听 这次王瞳的特别节目 不放在YouTube频道里面 因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的秘密了 这些秘密我不希望其他人都知道 而且呢 现在市场上很多自以为很行的人 每天在那里胡说八道 乱讲一通 包括一些记者也是 完全不懂过去 王瞳讲的事情是在民国76年 77年78年79年80年发生的事情 现在是民国110年了 你想想看 那些小老师新老师懂吗 完全不懂嘛 对不对 你甚至都不知道现在的宝来证卷 前身是什么 前身是叫远来证卷 你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那胡说八道乱讲一通 那再来看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消息给你看啊 哎呀 群创懂做 总算讲话了 这个友达前两天已经讲话了 群创已经讲话了 9月会调整产能 价格不会杀到建谷 看到没有 所以王瞳告诉你 老板说话了 外资报告看看就好 是不是 你还在杀这些面板 面板怎么可能会降价 不会的啦 你说产能会稍微减少一点 然后价格不会降 这是有可能性 然后说市场上功过驴球 鬼扯淡 是不是 到处都要用到面板 你车用电子要不要用啊 车上要不要用啊 车上用的就是这两家 现在每一部车上都要有面板 面板谁出 就是友达群创 就他们做的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个今天盘事 在昨天我告诉你 还是整理盘 17300点以下均买点 看到没有 也许你说今天盘这样杀 我刚给你解释的嘛 今天是因为有 负实指数调整权重 一点都不影响后市 每三个月一次 就是这样的情形嘛 所以你看今天王瞳的盘训 大盘以上涨0.59点开出 今天盘是平盘开出 会先在平盘上下 霞幅震荡 在慢慢拉伸收红 今天还是亮说整理盘 17300点以下均为买点 整理快进尾声 主流在电子与树化 所以尾盘那一盘不算的啦 那个根本是假的啦 所以王瞳今天告诉你嘛 又是跟你讲这个盘好好的嘛 所以今天王瞳解盘告诉你 9月17号礼拜五 这个尾盘是假象 假象 说了这么大量 刚才告诉你了 负实指数结算 现在都清楚了吧 不要自己下自己 那么今天呢 我只跟你讲啊 礼拜五秋节愉快 因为要放假了嘛 我直接讲好了 王瞳一直告诉你 这个盘整理到下礼拜三 下礼拜三的上半场 还有一点低点给你接 然后就没有了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不要再问我了 是不是 我讲话从来没有 看涨说涨看跌说跌过 这句话我讲了一个礼拜了 一直告诉你 整理到9月22号 9月23号开始 新的波段起涨 现在知道了吧 好了 今天我们顺便讲起涨个股 尤其是说在昨天 我帮各位解的一些个股 我发到 很多人都喜欢听王瞳讲股票 因为王瞳讲股票的速度很快 我根本不会跟你分析来分析去 什么RS来KD的什么东西 那规测单单 你只要知道会涨会跌 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 还有现在的什么状况 对不对 那今天先涨几档 你看一下3003 来给你看一下啊 3003 看到没有 这不是我今天冒出来的 我跟你讲这个地方都底部格局 底部格局 你看他这就上去了 再看5299 捷利 你这里看看是不是底部格局 还有他现在是越盘越高 越盘越高 看到了没有 所以莫斯菲的头就是捷利嘛 再来你看ABF的龙头是谁 8046 蓝电 蓝电今天又创新高了 又创新高了 看到没有 那你说这个盘会坏 我看不懂哪里坏 再来呢 你看一下DLUM DLUM 3260 微钢 微钢昨天破底 今天又破底翻了 轻轻松松松上去了 还会上 这个地方都是买点 那么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些个股 你就知道了 主流在哪里 主流一样是在电子正规军 还有五大泛用数值 你不要忘了 在昨天晚上 肺半指数 美国肺半指数 创下历史新高 那现在呢 王同来帮你讲一些个股 首先第一个你看 我帮你讲过的 6213 看看今天又上去了 年贸 今天年贸创新高了 看到没有 上去了 这就是CCL族群嘛 好公司 再看2368 金像电盘中曾经一度涨停 你看看金像电是不是上去 我还告诉你金像电下不去 下不去 今天当场验证给你看 再来你看6104 创围 很多人喜欢玩它 那创围王同也告诉你的 在昨天也跟你讲 他根本下不去 会慢慢盘高 慢慢盘高 人家主力还在 你不要担心 来看另外一档个股 叫3017 3017叫西红 西红你看看 他是不是也是默默盘高上去了 那我现在讲的这些个股 我给你听 都是电子类股 所以说你在担心什么 再来 今天有人问到2201 来 我顺便跟你讲一下 玉龙 玉龙今天 哇 连续三天这样涨 我告诉你 玉龙到这边为止 差不多了 因为他这都是属于消息股 消息股是什么呢 哎呀 他要跟鸿海合并 要做电动车 不是跟鸿海股价合并 要跟鸿海合作 要做电动车 所以呢 股价就开始冲上去了 原因在这里 这是消息一面主导 但是获利了 零蛋 根本出不来 所以你们不用拽 看看就好了 再看3035 智元 智元你看一下 他也是默默的盘高 默默的盘高 再看3033 3033叫微健 微健这档个股 尾盘也上去了 微健这档个股 你看一下 他本身的业绩很好 非常好 半年报赚1.98元 结果现在股价到这里 29块 所以说 他是不是低估的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 你们就可以留意 他打下来的买点 好 再来我昨天帮你讲过了 4919 4919叫新唐 新唐 在昨天 在沙台 我有告诉你 新唐下不去了 你们要留意 新唐的买点 今天我帮你讲 这些个股 速度够快了吧 你们要的就是要知道未来 我都直接告诉你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你想先听一下王瞳在新春特别节目里面所讲的股市的变化 还有近期市场上所讲的一些谬论 就是错误的讲法 我通通有录制好了 包括今天的广播节目 我还有补强一些资料给你听 所以因为时间的问题 你可能先听到我的补强 然后再听到我针对股市的变化讲给你听 很多事情 不要再听外面胡说八道的 那些人根本完全不懂 王瞳是身利其境 所以说我才可以讲这么多的东西给你们听 好了 今天告诉各位 中秋节特别节目 如果说你想先听的话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026630321 直接可以先索取账号密码 我必须要强调 这次的声音档 我不会放在YouTube频道里面 不会 所以我是个别送给大家听的 好 今天就帮您讲到这里 最后就祝各位过节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三 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瞳老师 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涛 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瞳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素博 至尊专线 02 6630 3221 6630 3 221 华冠投顾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0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